接著帶你來看到轎車居然從天而降 來看到台中有一名58歲的陳姓夫人 開著車帶媽媽跟妹妹來到埔里中心被遊玩 沒想到一個人移車時疑似是操控不當 整台車子倒退暴衝 先撞上無辜路人後呢 失控掉下6米深的鞭波 再側翻到路面上 一共造成3個人受傷送移 只有護車到場 這輛轎轎側翻在路中間 駕駛整個人掉到後座 現場一名飛行傘的教練跟醫護人員 協助救出駕駛 抬上單架送衣 熱心的民眾也幫忙把車子抬震 我是她妹妹 那個受傷的是我 我去上廁所回來 他們就已經發生事故了 重回現場 駕駛的妹妹因為聽到意外 急忙衝下山的時候 不小心跌倒 造成了上牌牙齒斷裂 臉上還貼著紗布 事發地點就在南投埔里中心背廣場 1號下午2點多 58歲的陳姓婦人 開車帶著媽媽跟妹妹出遊 沒想到操控不當 倒車暴衝 先撞上路人 跟著失控 衝下深達6米的邊坡 重衰側翻在路面上 那可能在打檔的時候 不慎把第一檔打成哈檔 所以他又踩油門 然後就直接往後暴衝 然後摔一下山頂這樣 募集民眾說 因為車子倒車 是直直衝下去 整個就像從天而降 掉到連外道路上 還好下方沒有路過的人跟車 這起意外 除了駕駛跟他的妹妹 還有一名被壓到腳的路人 無辜被波及 一共造成了三個人受傷送醫 還好經過治療都沒有大礙 據者魏少爺 南投報導